反而以前啊 现在不是现在 以前看到谁结婚 我反而会有这个 好羡慕 反而 这个有意思 比如你看到谁结婚了 你会好羡慕 不好的新闻呢 谁离婚了 谁的婚姻出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样的反应 我可是 可惜 可能就是香港的媒体 就把不好的把它放大 他们这行的心态有关系 好的 觉得大家没兴趣看 不要把它放大就好了 所以女明星的生活 可能没有比一般人更不幸 或者更 其实都一样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你会给别人机会吗 比如说 我的另外一半做错什么事情 闹得很大的风波 让我很没有面子 或者让我很受伤害 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我会 我真的我的忍耐你 我决心就这么做 我就走到底 没办法走到底才算 所以说如果是婚姻 或者一段感情也好 我要分开的时候 一定是我已经进了 我不仅仅是我最大的力量 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真的不可能我才放弃的 你看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 另一方给予另外一方的 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一方能怨恼另外一方的 肯定有他的理由 我觉得你们就是 你出道那时期的 有一些女演员 都是赶上很好的时机 然后因为好的时机 好的机会 人其实有时候 会有一点点小的任性 就没有像后来 我们会那么懂得珍惜 现在如果让回 我想当年 我应该再那样做 再努力 再使劲 可能更好 但当时好像还没有给到 就是想想也会有一些遗憾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遗憾 有 我现在回想起来了 我当年97 98年的时候 我突然间不想拍戏 因为拍拖 因为另外一半不希望 然后我就真的慢慢就淡出了 我那一段时机 我现在回想 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 那一段时间是我最好的时候 应该还会有更长更远的路 更大的发展 我都完全没想 把自己整个人完全放弃 就是 是对方要求你完全放弃的吗 他说你不要工作 如果你工作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 大概就是说 不要去 就留在家里 回头想来 我不应该这么做 因为如果我这样做的 反而对那感情会更不好 我应该保持我自己的工作 保持自己的自我的一点 保留 大家才会相处得更好 但当时你心里有任何犹豫和不愿意吗 完全没有 当时我知道 你每年可能只给自己两三个月的时间 允许我自己出去拍一部戏 或者参加一些活动 还要偷偷摸摸的 偷偷摸的意思是说 编的故事 对方说谁找我的 因为当年他帮助过我 我必须要还了 所以像这样子 我很 joints 毫不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